大家好,我是王林,我现在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附近,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,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,是赛斯阿凡达。 想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分享呢,今天让我非常受启发的一件事情,就是当我们在帮别人走出困境的时候,为什么我们也是在自救? 所以呢,通过这个故事也非常的想要跟大家讲,在我们伸出双手帮别人的时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 昨天才跟大家讲过,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分身,也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直接的延伸这样,我们自己的内心是怎样的,我们接触的人呢,都是我们内心的显化。 所以呢,看这些人出现的问题呢,其实也是在跟自己,看到自己吧,也算是在照镜子。 大家不要惊讶,这是真的,就是你身边那些你觉得,让你觉得,就是不赞同的人,他们其实也是我们内心的一些点的一些显化。 所以,我今天呢,就在帮一个人走出他的抑郁,我在跟他讲,我说你呢,坚持发愿你的第三只眼被大师打开了,你呢,其实是人生的主人,你不要再自我摧残了。 赶紧从你的负面的情绪里走出来,用你的神赋予你的能力,显化人生的能力呢,勇敢的去想你想要的人生,然后坚持的相信这个人生是会发生的。 不要再怀疑他,也不要再否定他了。 只有这样呢,你如果足够的坚定呢,看到了这个完美的人生,你足够坚定的想要他,并且告诉他,我会实现。 即便是,你自己现在看不到,这样完美的人生是可以怎么实现的,也会有人或者事情发生来帮你,这些都不是你的逻辑可以理解的。 因为他说他有很多债务啊,他想要来印度跟大师生活是没办法啊,等等等等,这些非常现实的一些问题。 这些呢,大家人生中都会有的。 就是我非常现实的看到,我这个阻力就是在这儿,我怎么用脑子想,我都想不明白我,我怎么能愉悦这个,就是怎么能抛下这个有什么奇迹发生。 奇迹是会发生的,只要你敢想,我就跟他这么说。 这是真的,就是也在这儿鼓励所有的人,当你心中有任何的不可能的时候,你都告诉自己,宇宙是纯粹的可能性,只要我敢想,就会有一些自己预想不到的奇奇怪怪的奇迹就会发生。 当我跟他说完这一切的时候,因为我知道这个原理,它是我的镜子,我为什么遇到他,我为什么跟他讲这些话呢? 我突然意识到,其实我今天早上在做Pugia的时候,心中的一些反对人生的一些思绪。 我就是当时有一个念头就在想,我有这么多不圆满,我这一世到底能圆满吗?能证悟吗? 能真正的做到自己想要的证悟圆满吗? 就是这个念头,就是在脑中闪过,然后结果就遇到了他。 这个其实就是人生对我们的爱,它让你看到自己,它没有来直接的就是当头一棒打在你头上, 它先让你遇到这样,自己跟显化,自己这个内心的这些思绪,负面的思绪显化出来这些人。 先让你照一照镜子看一下,原来呢,我是这样的一个形象。 你看到别人的时候,就看到自己的时候,在眼前你就知道,原来我的形象是这样的。 那你在跟这个人讲话,其实也是在跟自己讲话,我是心里非常明白这些宇宙的法则, 所以我跟他说完话,我反思想到原来我自己是这个思绪,才显化了这个人, 就是很反对人生,觉得自己人生是没有希望的。 那我就知道,我刚才跟他说的话,我自己也要听一遍, 因为这个其实是宇宙意识让我跟我自己讲的话, 所以我就把跟他发的这个语音呢,又跟自己播了一遍, 我就是在听自己跟他说话,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喊话说, 你的人生是充满可能性的,你不要再否定自己了,一切都是可以发生的, 只要你敢想,就会有奇迹发生,你不用逻辑去想, 你只要发这个愿呢,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实现。 所以我就是听完这个,我就跟自己说对, 你说的是对的,就是我在跟自己说,我听到了, 我这个否定自己,说自己这么多不圆满,怎么能圆满证物, 这个我就知道了,OK,我是可以做到,只要我想就可以, 即便是我现在觉得自己是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, 然后呢,这些都不需要的,只要我一直不放弃这个念头, 我是一定可以做到的,有一股力量也会推着我往前走, 所以我就是把自己内心的这个不圆满给消除了, 通过我帮别人,所以呢,我也在这儿就给大家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, 在大家帮别人的时候,我们是真正在帮自己, 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事件发生的逻辑, 就是大家用这个逻辑也可以看, 当你跟一个人讲一些话的时候,这些话是你自己要听的, 你到底是哪儿有这个盲点需要听这些话呢, 你就像我这样,倒带重播一遍,让自己听一遍, 然后呢,就能消除自己心中的一些不圆满, 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人生给我们的, 人生这场游戏给我们的一个法则, 就是当你看透人生的时候, 你超脱出来,知道人生的游戏法则是怎样的时候, 这些很神奇的事件就会成为你的仆人, 就是这些事件呢, 你就是当知道游戏规则的时候, 你就是人生的主人, 你就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背后到底原理是什么, 就可以利用所有的这些细节呢, 让自己活在真理中, 然后超脱出来, 并且呢,不停的圆满, 不停的让自己意识提升这样, 好的,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, 希望这一期能给大家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自己人生的一些方法吧, 希望大家能对一些宇宙的理论知识有一些深层的认知这样, 谢谢大家收看, 你天安當